我觉得这是什么都是命 不得不让我觉得我就应该守住戴图 事实摆在面前 剧本肯定是良有不齐的 但是有好的 肯定是有好的 好的也轮不着我们这茬 怎么会轮不着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说轮不着 因为当你有机会成为明星的时候 你唾弃了他 突然你发现 你只有成为了明星 你才能拿到一年当中少有的那几个好剧本 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我们都非常的不待见所谓的明星 但是突然间我年快四十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事不是这么说的 也不是这么聊的 以前也丧失了很多好机会 真是 年少轻狂真的是丧失了好机会 本来这个如果当时没有那么轴的话 眼界开阔一些 你的这个意识稍微在占得高一些的话 你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音乐给带篇了 张子怡则想完全推翻他所有的评价 我我我真不知道你哪看出来 这位这四位都特别好 我要重新 重新说重新说 审视一下你的这个 审美 对 宋男男也比较赞同张子怡的评价 勇气可嘉 却一个也不会演戏 四个人都太烂了 自说自话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不听别人的台词 还亲自上场指导 干嘛呢 你干嘛怎么不过来 你看着他干嘛呢 你什么词啊 没烦 你干嘛了 你现在干什么了 你为什么断 就是他 现在干什么了 虽然三位老师都觉得 他们四个都不叫演戏 但票还是要投的 没办法 随一老师提出再加一场即兴表演 刘烨老师也解释了 自己与其他评委 不一样观点的原因 别人对我鼓励的时候 我知道我建立起自信的时候 我能达到一个什么样高度 我也知道 别人打击我 别人说我不会演戏的时候 我跨到一个 就基本上复数的表演 尤其是这种 我坐在这儿 导师席上 本身大约有一个 内心高低的东西了 然后再去把别人击垮 这个就有错 蓝衣营林消息的最爱 征服了所有的评委老师 不生患绝症的两个人 互相鼓励 一开始结婚的喜悦 使他们忘记了得病的事实 但是后来的发病 又使他伤感起来 看着处处追风相对的两个人 却又像是临死前的挣扎 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的他们 面对死亡是恐惧的 但是后来赵德鱼发病身亡 想请期选择上吊的时候 没有对生的留恋 这个时候的他 没有觉得命运不光 他不后悔 就连宋丹丹都累赡现场 其他三位老师 也都是赞赏有加 张子怡故事瞬间 变成了小迷迈 就是两个非常生动 非常灵动的演员 从他们一上场 林消息离我这么近 我从来没有 见过你本人 然后营运也是 就离我们这么近 然后我就像个小白痴 我就这样看着你们 我觉得好喜欢 你也曾这样想念一个人吧 想念的时候 就来听一首好情歌吧 添加微信公众号 NNNNV5 每晚八点 让你听到最 微信公众号 NNNNNV5 把最好听的情歌 送给你最享乐的他 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 输入NNNNNV5 选择搜索出来的 好听小情歌 再点击关注 千万不要关注错了